欢迎收看顶尖投资秘笈 上次我跟大家提过要看1267这个价位 会不会令到金价做出三底反弹 谁不知5月21日在1269.6已经先行反弹了 去到1287.4 1287.4这个位置经常提及 是一些重要位置 现在做了一个阻力 令到金价又缩回到1280的位置左右 现在看到金价升又升不上 跌又跌不穿 为什么这样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好友和淡友在市场角力 因为他们各自拿着不同的理由 对于淡友来说 我之前跟大家提过 中美货战加剧 其实对金价比较多于利 原因是资金撤出中国市场 是要兑换美元 令美元指数上升 金价自然受打压 对于好友来说 最近的经济数据又不太好 美国的制造业PMI 去到50.6 贴近胜衰分界线50 如果跌穿50代表制造业萎缩 经济衰退的机会又会提高了 所以大家又会想 可能要买一些黄金避一避险 所以好友和淡友各自有理由 在市场上拉脚 令到金价长期位于1267至1287 20元水平上下波动 现在已经到5月尾了 我相信新的趋势未会走出来 可能要等到6月有些重磅事件 才会有一个新的行情 所以暂时来说 先看着技术走势 我们以昨天的收市价作为一个基准 1279这个位置如果守得住的话 有机会上望回到1287 但千万不要太贪心 除非有连续三天守得住1287 否则就不要继续持有 但如果跌穿了1279 甚至是跌穿昨天的低位1276 相信是有机会继续落去沉底 1267这些位置 所以大家要小心行事 以上投资策略仅供参考 投资者一定要量力而为 多谢大家